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PDO扩展的事物处理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PDO扩展对预处理语句的这个支持 好,下面我们开始 许多陈述的数据库都支持预处理语句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它想像成一种编译过的要执行的soco语句模板 可以使用不同的变量参数来定制它 预处理语句有两个主要的优点 第一个是预处理语句使用更少的资源执行速度也更快 查询只需要被解析一次 但可以使用相同或者不同的参数执行多次 当查询准备好之后 数据库就会分析 编译并优化它 对于复杂查询来说 如果你要执行一个重复多次的这个不懂参数的但结构相同的这个查询 这个过程可能会占用大量的这个时间 使得你的应用变慢 通过使用一个预处理语句 我们就可以避免重复分析编译优化的环节 第二个优点 就是它比较安全 传给预处理语句的参数 不需要使用引号 底层驱动会为你处理这个 如果我们的这个应用 独占 独占使用预处理语句 我们就可以确定 没有Sircle注入会发生 因为预处理语句有 这两个优点 它成为 PDO唯一 唯一不支持此特性数据库提供的模拟实现 这使得我们 可以使用统一的数据库访问规范 而不必关心数据库本身是否具备这个特性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些实例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个使用预处理 重复插入数据的这么一个实例 好 我们看看吧 我们看这个例子 首先 第六行到第十行是列结我们的数据库 对吧 看第十二行 往student表里面插入一条数据 但是我们这里是prepill 也就是预处理 然后我们张伟胡是一个冒号加变量 对吧 然后在第十三行 第十四行 我们就绑定了这两个参数 这band parameter 这第三个参数 这是可选的 然后我们看 十六十七行 就为这两个变量 复值了 对吧 十八行就执行 然后我们紧接着看 二十六行 二十七行 看 它又为这能够变量复值了 它又执行了 所以它其实只是 一条预处理语句 多次执行插入 对吧 我们这个XU这个方法 如果执行成功 它会返回处 然后我们可以判断 在这个十九行到十四行 这是之前的一个debug 就如果它执行成功 我就输出sensex 如果执行失败 我就把对应的这个error code 跟error info 导印出来 这就PDO对错误的这个处理模式 对吧 好 前面是多次插入 它的站位符是一个冒号 加一个字段名 对吧 来我们看下面 第三十一行 这里又是一个预处理语句 同样的效果 但是它的站位符是两个问号 而我们的绑定参数 就是用一二这样替代 按数据来替代了 对吧 它同样这里也是插入数据 是吧 然后我们看 39行40行 这里其实也是插入数据 但是这里站位符也是问号 我们发现 我们直接执行了excue 然后传进去的是个数组 我们并没有一一绑定参数了 对吧 然后第四十二行 就是释放我们的这个PDO列结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数据库表里面 有没有数据 有的话 我们就给它清空 我们先直接创开一下吧 也不管它有没有 好吧 现在我们的次第净表里面 应该没数据了 来我们执行 好 应该执行完毕 我们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数据 有没有插进来 对吧 看 我们插进了四条数据 这第一条 第二条是我们 在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里 这里插进去了 对吧 它的站位符是个冒号 加一个字段名 这个字段名其实也是我 我这样故意这样放的 你也可以使用其他名字 因为我是用这个字段名的话 我就知道A 这个站位符表示我是要查入一个名称 然后第二个站位符表示我是要查入一个年龄 这样就我看了就认识它 然后第31行这里两个问号插入的是旺 年龄是1 也插进来了 对吧 最后这种插入方法 插入的是李一版年龄15 它也执行成功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预处理 批量插入 对吧 我们的查询其实也是可以的 来我们再来演示一个 我们看第二个实例 这一次 它并不是那个了 它并不是插入了 它也是预处理 然后它使用的是查询 预处理一个查询语句 对吧 三位符是一个问号 然后我们执行的时候 直接传进来这个 变量名 发现没有 它是get net 它没有做任何其他处理 它也不担心 不用担心它是否 被收回注入 它的底增会为它处理这个事情 来 我们为这个get net 复制了这个李一版 然后我们执行 看它能读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pdo 对预处理的这个支持 好 这一刻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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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